在我说明中有一句话 一直我认为每个同学都应该记住 叫做千万不要以某一个人的现在 去判断他的未来 除非你发现这个人已经心已经死掉了 一个不死心的人 一个心中总是有梦想的人 不管他现在多么的卑微 他总是在前行的路上 他一定能走出很远的距离 你会发现他不断的成长 不断的取得你不能够想象的这个成就 在北大的时候 我就是需要凭王强所取笑的对象 那么一路前行过来 我非常悲惨的发现 他们到今天为止 任何一场演讲依然在取笑我 但是我也非常欣喜的发现 这样的取笑已经进入了不同的层次 在北大的时候 他们是完全鄙视我的取笑我 但是现在他们是尊敬我的取笑我 我觉得能做到这点 表明了我的成长速度比他们俩要快 徐晓平为了完完善自己的形象 所以就派了一部中国合伙人 因为他发现在现实中间 进步的速度不如往快 所以他希望通过电影来展示 他比我更加完美的形象 这个有一天陈可欣给我发短信 说我们要拍一部电影 叫做中国合伙人 所以新东方你们这一批人 为这个背景来拍的 完了呢 我就跟陈可欣说 我说我坚决不拍 陈可欣问我为什么 我说我活着的人被拍电影 这是很不吉祥的 你要知道 是吧 这个树碑力转 应该是对这个 这个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人生的人的 这样的一个结论 那么后来我说我坚决不参与 其实呢 这部电影呢 在整个拍摄过程中间呢 我就没有参与 但是我没想到的是徐晓平参与了 电影完了以后呢 陈可欣和徐晓平都给了发短信 说这部电影你看了以后 会为你在电影中间的形象 一定感动得热泪盈眶 当场晕倒 我想哎呀 徐晓平这个哥们真够义气 居然把电影中间能把我描写成 这么形象高大 那我说这个电影一定要去看 所以呢 我们就一起到了清华大学的 首影师的现场 看完以后呢 我就发现徐晓平在热泪盈眶 看完以后吧 当场就差点逼过气去 我想徐晓平 他不能把我描写的这么窝囊吧 对不对 整个电影这个过程 你看找个女朋友 女朋友跟老外跑了 你要知道 是吧 完了最后上课 学生全跑光了 完了好不容易跟领导打交道 被领导开除了 完了最后做生意 自己做不起来 一大棒朋友回来帮着他做 最后才起来了 那么最后这个合伙人 想要上市 结果坚决不上市 因为我假定 这个电影中间的角色 这个陈东青就是我吧 完了 徐晓平那个角色 孟小俊 是吧 沙发决断 完了邓超又那么英俊 是吧 大家今天可以看到 徐晓平现实形象 跟邓超的差距 我就问了我一大学同学 我说哎哥们 你看过中国合伙人吗 他说看过啊 我说你看这个电影中啊 我为这个 陈东青这个角色 假定是我 你要写的那么多窝囊 我说这个特别的不舒服 是吧 然后你那个同学说什么 他说老鱼啊 你在大学的时候 不光窝囊 而且挺猥琐的 完了我这个大学朋友说 说徐晓平已经把你的形象 提高了好多了 所以你还是应该感谢他的 从这部电影中间 其实也反映出了很多 我们之间的各门情谊 为了发展的冲突 和为了这个一个视野 共同奋斗的这样一个经历 尽管电影中呢 这个场景的很多呢 其实跟现实没有关系 整个的主线呢 确实是新东方的发展主线 就是有一个农村孩子 高考考到第三年 考进了燕京大学 最后呢 在燕京大学呢 交到了一帮朋友 那么最后呢 这个在大学也发生了一些 朋友之间的美好的故事 那么到后来呢 几个朋友也一起联合出来 做了一个培训班 那么朋友大家一起合作 越做越大 那么跟美国人打官司 最后在美国成功上市 这个主线是完整的 新东方的故事 那么这个一些感情上的 和故事情节上的螃蟹 有一些差距 比如说我的大学生活 确实比电影中间描述的 要悲惨很多 比如说电影中间的 陈东青大学还抬过恋爱 但是我在大学呢 从来没有被人爱过 唯一爱我的人 就是许小平是个男的 尽管我一点的方便的爱好都没有 但是呢 我确实在大学的时候 做了一件比较不错的事情 就是交往了一帮 有思想 有远见 有创新能力 的这样的一帮朋友 这帮朋友呢 当然不止需要 变往前两个人 但是绝对是 以他们两位核心的代表 我也非常骄傲 就是说 尽管我在大学的时候啊 爱情上一无数成 但是呢 我可以非常骄傲的说 这个新能方的团队建设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了 甚至在我上中学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了 作为一个团队的核心成员呢 其实你应该有领导力 但是我觉得领导力 体现在各个方面 比如说 如果说一个人 天生性格苟断 杀伐决断 充满远见 那么这样的一种领导力呢 是一种显见领导力 王晓老师在身上是 在大学的时候 体现出了很显性的领导力 就像刚才说的这个 至于说的团长啊 这个广播在站长啊 这个团委书记啊 还是我的班的班长 那么是一个 就是在大学的时候 有领导天才的这个状态 那么在我身上 你找不到任何显性的领导力 即使到今天 你还是找不到 但是呢 就像刚才小平描述的一样 我觉得领导力 有多种展示方式 那我的领导力 展示在什么地方呢 其实我的领导力 展示在了我的服务力上 就是愿意为朋友去做点事情 愿意为朋友去 承担一些 朋友不愿意去做 而我愿意去做的 这样的事情 愿意去忍受 就是朋友之间互相 可能不愿意忍受的委屈 那么我来忍受 这样的一种状态 所以呢 每个人的领导力 都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种领导力呢 我在中学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体现出来了 比如说 我在中学的时候 就很愿意为同学们服务 包括扫地也好 我帮着同学们写作业也好 那么 那么 也包括了这个下课 回去的时候 帮着人背书包也好 这种东西体现出来了 所以呢 我在我的 我从中学到大学 从来没有当过班干部 但是呢 我在这些朋友心目中呢 一直是个好人 那么这个好人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 当时我们在北大这个看电影的时候啊 是露天电影 那放露天电影呢 就要把宿舍里的小凳子 都搬过去 对于我们当时上大学的时候 电影是必看的 其实我们宿舍的六个同学 都会要去看电影 那谁去搬着小凳子去抢 抢占那个最好的位置呢 那一般来说都是我 我会一个人扛着六个凳子 完了站好最好的位置 在那等宿舍的六个同学 一起来看电影 那这些东西你会觉得 好像挺亏的 对不对 因为我们在宿舍有的时候 他会觉得 哎这样做这样的事情挺亏的 其实不亏 为什么呢 当你未来真的想要做事情的时候 你非常容易赢得你周围的朋友和同学的这个信任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在任何表面的冲突和矛盾 甚至是观点上的对撞 背后 其实是我们基于对对方的 深深的 完全没有怀疑的 从心底的信任 充分的相信 我们自己共同的价值体系 我们自己的目标 我们自己心中所留下的 那么一点点的 不昧的梦想 到现在为止 你从这个团队身上 你仍然可以看出来 我们的所有的讲话 和自己的所有的 对生命的热情 都是超越那种 就是非常底层的 那种利益的争夺之上的东西 后来这个我把新东方做到了 这个几千万的规模以后 我第一个想到的合作者 是徐小平和王强这些人 是原因非常的简单 就是因为他们在大学的时候 他们那种对于梦想的追求 对于某种理想的执着 那么对于那种非现实的 但是呢 对于人类来说 非常重要的 所谓的这种平等 自由民主公开 公平 这样的这种理念的追求 一直是 在我大学的时候 学习的榜样 假如说 在大学的时候 我曾经有了一点点 独立思考能力 曾经有了一些 对世界的独立的看法的话 那么这个毫无疑问 我的这些思考和看法 都是来自于我大学的朋友 而大学朋友中间 当然 很明显的 是徐小平王强 必须包裹进去 所以我常常讲 这个我跟徐小平 论似的故事 徐小平是个音乐天才 他是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 但是呢 他在中央音乐学院当学生的时候 就对北大的人文气息和课程 特别的喜欢 所以在当学生的时候 就每个礼拜 就有几天都骑着自行车 到北大来听课 所以他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时候 找工作的时候的选择 没有别的选择 就是进入北大 那么 由于他的这个文化的理解 和音乐的理解 所以他到北大 当了北大的团委的文化部长 而我在大三大四的时候呢 也已经有了一点小梦想 小平大概能够记得 我在电影中 有我的肺结核的过程 在电影中 在肺结核的过程 这个描写是 跟现实不一样的 电影中是因为 这个陈东西要追女朋友 女朋友跳到湖里去 结果女朋友得了肺炎 这个男生去看 医院里去看女朋友 就扑上去亲吻女朋友 完了最后就被传染成了肺结核 这个严重违反医学常识 这是徐小平 没当过医生的结果 在现实中 我的肺结核刚刚相反 就是因为生活中 实在太郁闷了 所以呢 没有女朋友这个关怀 心情郁闷就会得病 因为我进了医院以后 我跟这个医生聊 说我怎么能得肺结核 因为我在农村18年 连肉都没怎么吃过 身体很强壮 怎么到了北大 今天能吃肉了 完了怎么还会得肺结核呢 医生就说 讲讲你的情况 我说我学习特别刻苦 完了医生说 嗯差不多了 所以同学们 学习一定不能太刻苦 完了我又加了一句 我说 可是我的成绩 总是上不去 就像小平刚才说 人确实是有 智商上的差别的 尽管我不认为 我的智商比小平低 但是比北大那些什么 文科重业 理科重业 确实要低一些 感觉上 在北大奋斗两年 唯一的目标是什么呢 希望把成绩提高以后 在同学中间能够 使自己有地位 因为我刚进北大的时候 觉得自己是一点地位都没有 农上来的孩子 浑身穿着她补丁的衣服 女同学都不正言 瞧你一言 完了文艺体育才能完全没有 当王强老师 大一的世界就是女生 我们班的女生 天天就拿着两个鸡蛋 跑到王强宿舍去等她 每天我们宿舍 是我最勤奋的 都是我第一个起来 我打开门 看见一片俩女生 拿着两个鸡蛋在等 我以为都是给我的 这个女生坚韧不拔的 这王强老师 追了接近一年 最后王强老师被迫投降 两个人终于爱上了 完了我们大学的时候 有十几对同学谈恋爱 大学毕业以后有三对结婚 一年之内两对离婚 就剩下了一对 就是王强老师和他的夫人 你想王强老师 在这种环境中长得 就是女生环绕 是吧 完了男生崇拜 像这种环境中 长大的时候 成长的时候 我在北大属于一个 彻底的边缘人物 所以呢 我唯一想要的 大家到最于一个 不成熟的心灵来说 你唯一想要的东西 是什么同学们 别人的承认 因为你自己 不能承认自己 人最重要的 到最要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 我们要自己承认自己 所以 当在大学的时候 假如说 薛耀平王强他们 讽刺我的时候 我是会有跳壶的 那种感觉的 尽管汇民湖跳下去 没有被淹死过 因为民湖比较浅 但是 跟现代完全不一样 因为现代的 他们的这种 就是说调侃也好 就是讽刺也好 你是来自于内心 你已经对自己 深刻的承认的 一种前提之下 你深刻的认同 自己在这个社会上 应该干的事情的价值 你深刻的认同 你发挥自己的才能 未来能为世界 到底做些什么的 这样的一种感觉 所以你是 再也要不怕 讽刺和打击的 但是对于一个 脆弱的心灵来说 你只会期盼 外面的承认 那这种承认 来自什么的 来自于你要有承认的点 比如说我们 我们在大学的时候 为什么很多同学 这个承认的点 都找错了 我们有的同学 会找自己家庭出身 你看我是官儿代 红儿代 完了有的同学 会买一个女生 买一个皮包的时候 倾尽自己口袋里所有 不惜借了钱 也要买一个 拿出来的皮包 让这位同学一看 都觉得 哇是个LV 而不是VL 是吧 那么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我们很多男生 不管自己长相如何 都要想办法 使自己显得 更加的英俊和彪悍 为什么我们任何一个女生 不管你长相怎样 都要在家里打扮 比如说半个小时 到一个小时 才愿意出门 当然 打扮是必要的 但是我们花过多的注意力 放在这个上面 只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同学们 我们在内心 还没有承认 我们自己 其实一个人 真正开始成长 首先是 你内心 要先承认 自己的存在和价值 而舒服 别人对你的眼光 那稍微想 假如说 徐晓平老师 这个样子 如果从中央学院 到北大 他太关注 别人的看法的话 那徐晓平老师 长得绝对不够英俊 是吧 绝对不可能 被任何女生 一眼就看上 实际上 徐晓平老师 在北大艺术团的时候 那帮北大艺术团女生 都很漂亮 没有一个爱上过 徐晓平老师 但是徐晓平老师 依然充满自信 你从徐晓平老师的笑容 你从他的语言 可以感受到 他对自己的承认 和对自己的自信 当然这种自信 绝对不是盲目的 是至于他自己 对于自己追求的 那种感觉 对文化的追求 对艺术的追求 最后对人生的追求 我是后来 开始做了新多方以后 并且有了 那徐晓平王强的 这种鼓励 我才从我的自卑中 摆得出来的 我的自卑延续了 整整十年 直到我从北大出来 做了新多方 开始有了钱 并且呢 到最后我发现 我有能耐 居然能把徐晓平王强 从美国的 非常好的工作岗面 他给拉回来 一起来创业的时候 我这个时候 开始对自己 有了深刻的 内心的认可 就像我刚才描述 这个领导力一样 我对我自己的 特别的领导力 有了认可 而且呢我最后顽固的 坚持了我的特别领导力 因为否则的话 我是可以 做成了新多方以后 以老板的身份 来对徐晓平王强 发指令的 你们这帮哥们 他娘的当初在大学 那么欺负我是吧 现在总算来到 我的手下了 老子非侮辱 你们一下不可 如果我真这么想的话 就没有了后来的 新多方团队 就没有了新多方成长 也不可能有新多方的上市 那到今天为止 我们就一定是 势如入人 为什么 那真是一种小人心态 为什么 有一句话说 当奴隶的人 变成主人以后 会比主人凶恶十倍 就是因为 当一个人在自卑中间 不断地被蹂躏以后 突然有一天 他发现变成主人以后 他发现不蹂躏 别人是不行的 所以中国的婆婆 媳妇文化 就是这样的一种文化 这个媳妇 几十年被婆婆蹂躏 中三婆婆死掉 老外来自己当了媳妇 他想到自己几十年的蹂躏 他不会想 我要对下一个 我的媳妇 要更加的好财心 他想的是老娘被楼灵了几十年 我不楼灵一下的话 我死不瞑目 这是中国文化中间的 恶劣的一面 所以我是 可以说在这一点上 我比较骄傲的 摆脱这一点 到今天为止 我见到学校比王强 依然抱着学习的心态 和随时接受 被批判 被侮辱的心态 这个马云 各位有很多相似的经历 我们俩都是 考英语的 而且我们俩都考了三年 马云比我还要惨 所以我比较可以断定 马云在智商上 可能比我还要差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马云第一年考 没考上 第二年考 没考上 第三年考 考上的是 杭州师范学院的专科 同学们 我第三年考上 是北京大学的本科 所以你可以想象 马云在当时一个 二十岁的心灵中间 是吧 我们都是上大学比较晚的 当他走进 到师范大学的时候 他的内心 一定不是充实和坚强的 所以马云自己讲些话说 他走遍杭州师范学院的校园 就要找出一个男生 比他长得更加难看的 这样奠定不自杀的基础 结果走遍整个杭州师范学院 一个都没有 那是一种什么心灵的折磨 你想想看 是吧 但是 很有意思的是 马云说 他在 进大学的一个月之内 读到了一句话 这句话叫做 男人未来的成就 和他的长相成反比 我们说 我们讲一万句话 只要有一句话 打动下面某一个人 并且这个人的心灵 被我们打动以后 唤醒过来 从此坚持自己内心的追求 坚持自信 追求对未来的执着 再也不去关注 外界任何人的眼光 和对你的看法 也许 你就成功了 马云所造的信就是这样 从此以后 他就下定决心 我必须在四年之内 在杭州师范学院 变成一个 能够出轮头地的学生 和英雄人物 从此积极参加 各种学生活动 主动的帮助从学 来策划各种各样的活动 完了主动参加 学生会干部的进选 并且给自己 订了一个目标 在大学的时候 一定要跟杭州师范学院 最美的女生 抬一场恋爱 到他大四的时候 全部实现 由于实现实践的成功 司马云大学毕业以后 相信自己只要坚持 这种梦想的力量 只要坚持自信的力量 他就一定能干出 今天东西的大事来 至于马云在九十年代的时候 从大学老师辞职出来 干了以后 干了三个创业公司 没一个成功的 但是他坚信的成功 他把自己的梦想和激情 在自己的小房子里 传递一个自己的合伙论创业者 谁都不相信 马云所说的话 但是马云自己 依然相信 昨天马云在讲 他未来十年的打算 我们依然不相信他能够实现 但是他说他能够实现 这就是力量的感染力 就是梦想的感染力 所以同学们 对于你们来说 要学的话 不应该学我 应该学马云和徐小平 因为徐小平天生盲目的自信 这个很伟大 干脆从来就没有自卑 也挺好 那马云是什么呢 醒悟过来的快速的自信 但是于敏洪是经过了 十年的绝望的挣扎和痛苦以后的醒悟 我觉得我醒悟的太晚了 你们可以醒悟的更早 当然自信绝对不是说 你什么都没有 就是自信 自信是要有基础的 要有点点滴滴的 去拾起自己自信的 这样的力量 或者是内涵